国立高雄公专在街道教育部指示 暂时成立商科部 并接受国际商专1300多名师生后 立刻成立筹备小组展开各项作业 公专校长吴建国 特别欲请国际商专师生和家长们 能够坦然接受这个事实 共同努力 很希望我们国际商专的家长 还有学生还有老师们 大家放心 我们一定会给各位一个很好的安排 国际商专200多名参加暑期重修的学生 今年起也转到高雄市立中正高宫继续上课 同学们心情显得不安 代理校长李福登 不断安慰学生们要以自己的学业为重 高雄地检署今天上午10点开侦察亭 检测官分别传讯了国际商专董事长陈涛 代理校长李福登和部分的老师 检测官侦办的重点是董事会下令关闭校园 是否涉及强制罪 以及陈涛的太太李亚平 控告教育部长毛高雯等五人 涉嫌恐吓罪 同时地检署也以罪速件 发函入出境管理局 限制董事长陈涛出境 并且清查国际商专历年来的账目 陈水扁总统和谢长廷市长 一起启动了水舞的开关 爱河通水典礼正式的开始 请启动 就是这个水闸门将爱河中油的垃圾污水 完全隔离分流 让原本被堵塞污染的爱河 从死水成了活水 这个时候五艘小艇经过了水闸门 向总统的面前缓缓地经过 告诉大家爱河从今天开始全线畅通 水闸门上游学生扮演的美人鱼 不断地摆动身体跳舞 来庆祝爱河的重生 阿扁东东接着也在市长谢长廷的陪同之下 走过了水闸门的上头 散步游爱河 他不断地挥手告诉所有的民众 他说爱河真的变干净 也变漂亮了 华日新闻黄柏林冯亚伦 高雄报道 华日新闻黄柏林冯亚伦 华日新闻黄柏林冯亚伦